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指内外交困的猜疑 新华社报道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 今天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受表彰受嘉奖的代表 该段报道看似中共官方的例行公事 但实际上是要凸显 在习近平治下 中国正处于太平盛世 罪案率不断下降 中共在治安方面绝对有能力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所谓全国扫黑除恶确实是中共近年的例行公事 2018年1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部署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随后更成立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督办有关扫黑除恶工作 早于去年9月 《法治日报》已报道 中共当局拟于今年初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 为这一场运动画上圆满句号 但不知何故 延至今天才举行 根据最高检 今天发布检察机关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数据 自2018年以来 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4.9万人 提起公诉23万人 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4万人 是前三年的11.9倍 最高检又提到专项斗争开展三年来 检察机关严惩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 对劳务房产等领域 黑中介 以及黑心诊所 车匪路坝等进行严厉打击 换言之 这是要说明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众对治安的诉求做出实际回应 在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国际环境下 中共或是借此说明中国内部环境仍然受控 并没有出现所谓内外交困的局面 新华社的报道指出 习近平今天出席表彰大会 同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发言献媚 表示要将习近平对中国执法人员的亲切关怀转为强大动力 锐意进取再接再厉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而新华网今天刊载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指出 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以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 并形容过去三年的成就 载入史册 征途未有穷奇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后 新的篇章即将开启 事实上上台后已打贪反腐巩固权位的习近平 三年前开始部署他的永续执政 从这个角度看 所谓扫黑除恶只不过是为他盛传在明年二十大开展的第三个任期做好舆论准备 也计这项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习近平开始 也将由他继续下去 习近平的任期有多长 这个专项斗争也有多长 未有穷奇 新疆政府很嚣张 中国人不好惹 否则你一分钱也赚不到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新疆棉花风暴爆发之后多个国际品牌 因曾拒用新疆棉花而遭到抵制 H&M更拒报有中国分店要被迫关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向 周一29日在记者会上用严厉措辞评论事件 指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霸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更警告外国企业说 中国人民不好惹 否则你一分钱赚不到 欧盟 美国 英国 加拿大日前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 此外 多家国外品牌被翻出去年曾公开声明拒用新疆棉 结果引起中国民众的抵制潮 中国外交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周一举行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 回应外界的评议 这场会议有新疆自治区政府代表 新疆教培结业学员代表 宗教界人士 教育界 妇女界等代表参加 对于欧美制裁 徐桂向称 中国早已不是1840年的中国 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霸权霸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他说自己在网络上看到H&M的店没人去 结果是什么 你在中国的市场还能撑得住吗 还能赚到中国人的钱吗 一分也赚不到 徐桂向警告 制裁的大棒挥向新疆企业的时候也会砸向自己 希望更多类似H&M的企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 他除了向外企喊话 还历臣美英法德和加拿大历史上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 报道说 发布会中相关人士都否认有强迫劳动 强迫儿童上寄宿学校 采访不自由等情况 据报 与会的新疆棉坊工人表示 西方人士并没有实地考察 就发起对新疆棉坊制企业的抵制 这就是想砸掉新疆棉坊工人的饭碗 有记者提问 赴新疆采访是否会有远景跟踪 徐桂向说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他并指过去新疆暴恐活动频发 我们也担心你们的安全问题 因为恐怖分子不分对象 还称 有时是记者强行采访而受访者不愿意 因此报警 徐桂向还强调 你们尽管大大方方去 可以自己去 也可以联系我们 如果遇到阻挠情况 可以直接反应 另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同日下午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联合国正与中国就访问新疆一事进行协商 赵立坚表示 新疆地区大门始终敞开 欢迎联合国派员访问 赵立坚指出 访问的目的是促进双方交流与合作 而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同时 中方也反对利用此事进行政治操弄 向中方施压 正邪对抗 美中轻点各自盟友 据法广报道 美中阿拉斯加剧烈对抗之后 各自轻点各自的部队 一方是欧洲和亚洲盟邦 一方有俄罗斯 朝鲜和伊朗 后者中有两国曾被美国前总统布什归为邪恶三轴 但他们是中国的盟友 法新社评论说 双方都在寻求巩固他们的联盟 围绕着一个不可调和的断裂点 民主 拜登时代中美首次接触就已导致中国与西方关系各个层面的损害 尤其是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被损坏 此前欧洲多多少少维持着与中方的接触 政治学家香港金汇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高敬文概括指出 他们正在走向两极 走向新冷战 一边是正义民主阵营西方 一边是邪恶独裁体制中国俄罗斯 他的观察是围绕新疆香港中国人权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圣同盟 对美国而言全新的是他们需要联合他们的盟邦 制衡迅速上升的中国强权 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样 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部主任 Alec Eichmann认为 当前中国有条不紊的实行一种双向外交 他在寻求扩大盟友的圈子 特别是与所谓的南部国家的圈子 最终使得美国同盟边缘化 中国的外交是精心盘算的 当因新疆维吾尔人的命运或香港局势 在联合国遭遇二十几个欧美国家抨击时 中国鼓动了大约五十个国家为其人权辩护 在这位专家看来 中国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分裂 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华普则认为 在把捍卫自由作为优先使命之后 拜登团结民主阵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正在获得成功 如果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面对中国时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 但是面对人权问题时他们完全一致 人权成为美国与西方盟友紧密团结的象征 在对面中国外交最高负责人杨洁篪3月18号 在阿拉斯加激烈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此举显然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端兴奋 他称美国和西方代表不了世界舆论 中国外长王毅从此不断的与西方关系微妙的国家强化结合 先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开始 中俄趁拉夫罗夫访问中国之际重申 在他们眼中西方民主模式不是唯一的 王毅接下来去了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 在沙特、王储、萨罗曼高度赞扬中国的新疆穆斯林政策 星期六在德黑兰 王毅与伊朗外长签署为期25年的中医贸易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在美国一方 拜登决定在阿拉斯加美中对话之前举行 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四国联盟峰会 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旨在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民主联盟 华普观察到 由此中国面对华盛顿的战略、科技及贸易并举的多重包围政策 他认为面对三重威胁 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及朝鲜的联合不成比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为准备起与中方的首次面对面开启日韩之力 日韩是中国紧邻 但却是美国的同盟 上周 美中对话结束后 布林肯继续前来布鲁塞尔游说 他承诺 面对中俄威胁 美国将与欧盟重新强化同盟 几乎同时 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就中国大规模镇压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制裁一批中方高官 这一联合制裁引发中方暴怒 以不接受人权祖师爷说教为由反制 中方在反制欧美时提出的理由有点不可理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警告 纳粹德国曾犯下犹太大屠杀罪行 法国屠杀过阿尔及利亚人民 美英贩卖过奴隶 而加拿大野蛮对待过土著 中国是在以半个世纪或者百年前这些国家犯下的罪行 为自己的新罪行开脱吗 很悖论的是 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来仪分析 在这一回要问十足的战狼语言背后 中国官媒却集中权力宣传阿拉斯加中美对话积极的一面 强调中美同意在气候及防疫问题上合作 他认为靠近俄罗斯 中方寻求展示自己有另外选项的朋友 同时中方似乎明确显示 他们要和美国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世界并没有分裂成对抗的两极 接种率低 中疾控首席自认中国已无优势 据法广报道 欧美接种疫苗进一步加速 欧盟官员称群体免疫曙光在望 而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则表示 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没有特别优势 呼吁尽快提升接种率 需要注意的是 中疾控首席科学家吴尊友明确指出 中国之前的优势是依靠采用围堵策略成为赢家 而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人类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依靠疫苗 3月27号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海口举办的 疾控传播能力提升年活动做主题演讲时表示 没有疫苗时全球与新冠疫情的首轮遭遇战 中国采用围堵策略成为赢家 疫苗出来后 欧美等国家通过自然感染加疫苗接种双轮驱动 能较快实现群体免疫 在吴尊友看来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 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 在全球竞争中没有特别优势 希望中国能尽快提升疫苗接种率 根据中国官方叙述 新冠疫情2019年年末在中国武汉爆发 在经过初期的隐瞒和拖延之后 1200万人的武汉市被全面封锁 随后中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封锁战略 疫情稳住后 去年后半年以来 中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疫情 当局仍然采取严厉的封锁战略 黑龙江河北等地曾全面封省 吴尊友指出 现在全球防控进入疫苗时代后 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依靠疫苗 他还表示围堵策略将不再是中国主要防控战略 但仍将在局部范围内应用 在意识到接种疫苗落后之后 中国当局似在采用大跃进的做法 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多地已制定出加快接种目标 江苏定出年底接种覆盖率达到70%以上 广西年底前要达到60以上人口接种的目标 中国官方称 中国每日最大接种能力已超过1000万剂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字 中国疫苗接种已超过1亿剂次 但接种率只有7.1% 远远低于专家认定的全民接种达到80% 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的效果 世界各国接种速度参差不一 根据欧盟国内市场专员布列东周日表示 欧盟接种曙光在旺 他此前曾表示 欧盟国家应在7月中旬前实现群体免疫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也呼吁俄国人 踊跃接种疫苗 他认为接种是必须的 普京已于一周前接受注射俄罗斯疫苗卫星5号 已向国人带头示范 普京呼吁民众接种与俄罗斯接种进程缓慢有关 根据数据 俄国目前接种率仅4% 远远低于欧美驻国 长期受贿搞政治攀附 西安前副市长强小安遭起诉 据东网报道 陕西人民检察院周日29号通报 西安市前副市长强小安涉嫌受贿一案 已由宝基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等待审理 强小安已于今年1月被中纪委国家监委开除党籍及公职 当时通报指其大搞政治攀附 对抗组织审查 涉嫌受贿犯罪 宝基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强小安利用担任西安市发改委副主任 主任市政府副市党等职务上的便利 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等 收受他人财务的数额特别巨大 强小安县年56岁 曾任长安县外经贸委副主任 招商办主任等职 2017年3月起先后任西安市副市长 事发改委主任 至2020年4月被免去副市长职务 另外江苏无锡市辖下县及江英市的前副市长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费平 因违规收受礼经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通过影子公司为个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巨额财务等 遭市纪委监委开除党籍和公职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